来片师麻烦帮我至终 谢谢这边可以切掉这边好的 不是你没有开关 你要在那边切掉什么啦到底 没有在这边很丑啊 片师你就直接把它切掉啦 哈哈哈我就知道 那我就直接下线就好了啊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各位观众 继上一次饱受好评的状元选秀之后 我们决定再接再厉 带给各位榜眼选秀 那帮你们邀请到的 就是你们最喜欢的 救火队 With my homies 欸拜托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为什么这么有气无力呢 没有我怕大家太习惯我那个声音 我现在就是连续几次小声的 然后我就突然一次超大声 跟那个棒球一样 就是两好一坏的时候你要知道 投一些不一样 来个变数球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在开始录我们帮烟选秀之前 Eric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啦 就是Jonathan Kumingas 到底有没有中距离 Kuminga 没有S好不好 没有S Kuminga 还是觉得没有 还是觉得没有 我觉得这个点就很难说服我啊 大家都会说哦他 OK那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的就是我们的帮烟选秀嘛 首先先来聊一下游戏规则 各位针对我们上一集所提供的一些建议我们都有收到 所以呢今天这一次的帮烟选秀我们第一轮就开稿 好我们会以互相的顺位来帮对方选一个球员先挖坑给对方 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二到五轮就会是想尽办法去弥补这个坑嘛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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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们谁想先上呢 那我第二个我自愿第二个可以吗 三后耶 先抢位置啊 那Eric你上一次是我们NBA小学堂的winner嘛对不对 那给你选你要一号还是三号呢 我要三号因为我三号我要帮你选嘛对不对 对好我三号 那就由我先开始啦那我这边是要帮brian选嘛 我觉得啦我们的状元签必须要给来过台湾很多次 目前是在帮我们南台湾的球队打球的这一位 号称铜墙铁壁的hashim to beat 不错吧我觉得满满意的耶他至少是DPOY 我等一下给你们的应该不会有任何奖项哦 你自己自封的吗DPOY是哪里的DPOY PLGDPOY啊 好那接下来轮到你啦brian 那请问你要帮Eric选进哪位球员呢 那我直接开弄啦 当年前面有 Chris Bosch Mello跟D Wade还选了这个Darko Melichich 生涯场军六分四篮板真的超烂 七尺的常人然后塞尔维亚来的结果打成这样子 他是打算是大前锋吗 他早期被选进来的时候他的定位是大前锋 大家都期望把他培养成为下一个Dirk 可是后面你就发现他完全没有外线投射的能力 而且他主要也是进去肉搏战的球员 所以他后来就慢慢变成中锋了 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哇塞 你看现在我的TB已经可以把他的Millichich爆了 你要确定呢 欸Millichich至少场均有1.3颗火锅哦 不要逼我翻P-Link数据哦 好 好那最后轮到你了Eric 你想要帮我选进哪位球员呢 我要选的这一位 是我看NBA以来最屌投篮之士 Michael Kidd Guiltris 你要不要再读一次他的名字 我听的有点不是很清楚 不是Michael Kidd Guiltris吗 Guiltris啊没有错 没错啊 我知道他 不是Gilchris吗 那个DR的音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他是CHRI啊 对啊你一开始是说Michael Kidd 但没关系这不是重点 反正我拿到的就是我们的MKG啦 绑眼这么多烙塞的球员 你为什么偏偏还是要挑一位就是 读的时候会被人家叮的名字 不是啊我要选一个烂的球员给你 那我就选一个我觉得烂的球员啊 他在NBA是从竞联盟开始就开始零外线 然后到离开NBA 更夸张的是Michael Jordan 是对于他寄予众望哦 因为他当时是公认的榜眼 就是大家都是认为他是 除了Anthony Davis以外最好的球员 只是说对他的那个外线跳投 是真的有点惨烈啊 因为他不只知识丑也进不了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搞头啦 好那既然我们都已经互相帮 对方挖完坑了嘛对不对 按照我们蛇心选秀的规则 这边第二轮的话就是由Eric先开始选咯 这个时候就真的不让了啊 直接KD选起来了啊 最强榜眼不要闹好不好 我觉得这边选Kevin Durant 应该是没有任何意义吧 他应该是史上最强的榜眼吧 长军得分27.3分嘛 那接下来轮到你了Brian 你怎么看呢 我选的这个应该才是 历史地位最高的榜眼吧 我来选我们的指环王 Bill Russell 生涯13年拿了11冠哦 你要去 你要去 他进联盟只有一件事就是夺冠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是什么 winner中的winner 啥 我这很辣 你怎么会说 我们休息啊 他的field goal有点惨烈啦 我觉得现在Brian 你之后的洞会很大 你大可以在这个位置 选Bill Russell 没问题但是你后续的话 我觉得要评价你的球队 就要看你能选进什么好的砍分手啦 不怕不怕拼防守拼防守 我们原本的期望是说 就是第一轮帮对方挖坑嘛 然后剩下我们来补洞 我没看过有人就是 连续两轮自己挖坑的 你是嫌那个一开始的坑 帮你挖的不够大吗 不是 我是要把那个洞弄的大到 连你们也一起掉进来 哦 好好好 那我这边的话啦 我决定选进我们的 最近刚宣布这个赛季报销的 槍王加Marine 这么早哦 早了吧 跟上一集一样 不会啊 他在所有榜眼球员里面 他的场均得分是第四高的 搭配他又有惊人的速度 所以我觉得选进他绝对没问题啊 遇到我阵容也完蛋了 Lock your ass down 你要确定 你先搞好你自己的得分啊 好不好 但是另外一个 我会在这个位置选 John Moran的原因是 因为第三轮一开始还是我嘛 所以我连续可以选进两位球员啊 那刚刚前面已经有人 选走了我们的Kevin Durant 那这边我要选进 这位号称小KD的Brandon Ingram 场均19.4分 5.1篮板 4.2助攻 目前醍醐队的老大 而且他是现在联盟中前五助攻的前锋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赛季 有把他所谓控球前锋的这个特性打出来 呃等一下 你确定有看他的比赛吗 我确定 啊好 确定再讲 要不然我怕到时候又被炎伤 好那接下来交给Brian啊 好啊那就是现在刚进联盟的这个独角兽 Chad Holmgren 来打我的三号位 Let's go 绝对把你们全部人都手抱 等一下我完全忘记Chad Holmgren的存在 我还吃肉 干我完全忘记他是防疫 这让我其实也很难选欸 我以为应该掉到我这里才对 然后有一个人直接忘记 可以吧Chad Holmgren 第一年就这么成熟 18分7篮板 快要三个火锅 命中率55% 40% Let's go 好吧没没差忘了就忘了吧 我见对方真完美了 好那Eric 我觉得我接下来 我要直接组一个冠军连线 一次选两个 两个都是榜眼 今天只有榜眼啊 什么叫两个都不知道 是不是在讲废话吗 对不起对不起 小牛的冠军连线 Jason Kidd跟Tyson Chandler 哇这可以 可以吧Jason Kidd Mr. Triple Double 再来是Tyson Chandler 他是拿过奥运拿过DPOY 而且我觉得他当时候在联盟 几乎是最会接空接的球员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线 要进攻有进攻要防守有防守 冠军组合 好那再来换我 说我没有得分 我现在选一个LOGO本人 Jerry West好不好 他只要一个人在外面投 里面三个七尺的在那边 帮他抓篮板稳稳的 而且他也是算是历史上最早期的2 way player 更重要的是他跟我们的Russell爷爷 是同一个年代的球员嘛 所以他也比较知道 怎么跟Bill Russell去做一个搭配 我觉得可以 那接下来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 Jerry West被你选走了 不然的话本来我的Shooting Guard 也有着落了 还是我让John Morin去打Shooting Guard 因为毕竟以他Shooting的能力来说 他打Shooting Guard 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先在第四轮的末端 这边选进我们的LeMarcus Aldridge 他是一个具备外线投射的大前锋 四五号位他都可以打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我后来发现 他在大学时期有拿过DPOY 就其实你看他在NBA的表现 你不会把他跟DPOY 就是联想在一起 可是实际上他年轻时就是 火锅能力也是蛮强的 那个时候他一进拓光者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机动性的 是跑得动 而且是会灌篮的那一种 而且如果你要讲翻身跳投的话 我觉得除了Dirk之外 下一个人我们就要提他 因为他在那个D位 那个翻身跳投也是无解存在吧 嗯 算是 最后一轮啊 我要来选进的这位球员 我不敢相信他居然还在 那就是在POINT GUARD的位置 与Jason Kidd齐名的这位控球后卫 也是唯一一位以控卫的身份 拿到DPOY的球员 那就是绰号手套的Garry Payton 诶 你的剑队方针很正确 没有外线 完全掉入我的线 你的小前锋也没外线 诶 不是 我们在录节目 你到底飞去哪里啊 我已经完全忘记 你前辈帮我挖的这个坑了 ok 有谁能生智照顾需要 请拨打1966长照专线 好 那我有LeMarcus Aldrich 可以投三分吧 他哪可以投三分 他的强项是中距离 你叫他出来投三分干嘛 在他生涯最后的那几年 从2020到2022 他的三分线投射命中率 是高达37.5%的哦 好 那我问你 你是要他在生涯的后期 拿来当你的拳 还是在生涯的前期 你选一个嘛 诶 问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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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选后期 我选择 我同意 他有三分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这么呛是什么 我考虑一下 我选择 有中距离的Jonathan Kamingas 吵了 我来选我最后一个 是来守住你的Jaw Maran的 我选IsaiahThomas Bad Boy第一代的成员 绝对可以lock down你的Jaw Maran 你要确定耶 IsaiahThomas可以lock downJaw Maran 就算不行他挡他一拍 或是扮他一下 Jaw Maran要进去灌篮 我里面三只七尺的 一样在那边等你 你这个剑队方针 完全掉入我的圈套 IsaiahThomas 也是当年在总冠军赛 场军27分5篮板7助攻 快两超级的球员哦 就直接拿下Final MVP 所以是在关键时刻 也可以拿出好表现的 OK 好 Eric 最后换你啦 哇塞 哇塞 我直接讲 我要选他 他在六码的时候 当我的二号位 Victor Oladipo 好不好 他在六码的时候 是有爆发力 有防守的哦 而且是准明星的球员 之后来受伤嘛 但是我选的是他 在最巅峰的时候 好啦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你都这样子讲 可以可以可以 只是我觉得 他的巅峰期 就真的那么短 然后你硬要去抓 那个那么短的巅峰期 说你选他是 选这个时间点的他 有点硬要你知道吗 我突然发现 Eric是今天最合理的耶 他的阵容是12345号 不是啊就只有我在玩这个游戏啊 哎不是 我的阵容也是1号到5号我也都有吧 但你没有外线啊 你没有三分可言啊 你没有三分可言啊 LeMarcus Aldridge 我再讲一次 他生涯最后那几年 三分球迷终于37.5%好不好 但不得不说啦 整个榜眼选秀看起来 确实是蛮落赛的 那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位球员 是觉得很可惜 没有帮对方 在第一轮的时候 选进来挖坑的呢 我先拿 我先拿好不好 我觉得最可惜的 这位球员就是我们的 James Wiseman OK我们的智将 我觉得少了他 好像这个选秀 就少了点什么 我们都知道他的掩护非常顶嘛 对不对 不仅挡住对方 也同时会挡住自己的队友 我觉得蛮不错的 好啊 那真的要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 Derek Williams 2011年被灰狼队选到了 他在NBA打滚了 10年还是11年 然后场均数据 大概是什么 9分 3 4篮板之类的 然后就消失在NBA 去中国打球 然后再被放到欧洲 然后去年被球队释出 就蛮鸟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他在大学时期 是真的超强 虽然说我不是很看好他 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觉得他只是 偏体能球的球员 但是他在大学时期 他三分球命中 有五成 那你刚应该选他的大学时期 到你那一队啊 哦 诶对耶 有道理耶 下次记得我们等 摊滑雪秀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 好那Eric 你有哪位球员是你 比较后悔没有帮对方 在第一轮选进的呢 Lang Zobo 痛痛人系列的 可以吧 可以这个痛痛系列的 是不是 可以这个打不到球系列的吗 我有一个直接挂掉的 可以吗 就之前讲过那个Land Bias 他是菲萨迪克选完两天就 OD死掉的那个啊 诶对啊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一开始选啊 然后对方就直接五位少一位啊 所以说这样子非常地狱啦 这太地狱了吧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啦 不知道各位认为 谁在第二到第五轮的补动 算是补得最好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Peace 拜拜